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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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他怎么搞的呀 我说今天飞姐是怎么的 你们俩看到这儿 把这儿整理好 好 飞姐 您要是有什么间歇性化做的病 拜托您去医院看看 瞧您刚才那一嗓 把我们都吓出病来了 是的 飞姐 你是不是认识咱们祖经理啊 好了好了 都少说两句吧 赶紧回去工作吧 这下咱们设计部可给总经理印象深刻了 行了行了 你差不多得了 菜爷居然是EAC公司的总经理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菜爷怎么会是总经理呢 那他以前为什么又要 大家都知道 我平时不怎么来公司 但是我不来公司 并不代表着 我对EAC的事一无所知 这次我回来 主要是要重新调整 公司的内部管理结构 所以 人事上的变动会很大 我们这种老牌公司呢 一切都已经上了轨道 按部就班 循规蹈矩 很容易造成一些人呢 没有进取心 领着高薪混日子等退休 所以我这次回来呢 要结束这种状态 希望你们各位都做好心理准备 财务部 我们今年上半年的营业额度 跟去年相比 涨幅是百分之多少 我 我再找一遍 销售部 EAC地产所售出的房屋 和同类公司相比 价位走势偏高偏低 还是市中 你们下半年定的销售指标 是多少 我查一下 公关部 上半年呢 我们一共有三处项目启动 星辰传说 南火小月跟一千零一夜 那南火小月 已经进入封顶了 你们的宣传力度是多大 针对的购房人群是哪些 这一千零一夜呢 马上就要启动了 你们下半年有什么宣传计划 一问三不知 这就是各位部门主管 给我的回答吗 你们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回答我刚才的问题啊 半个小时之内 要是我看不见你们给我的报告 直接给我看辞职信 好 好 马上就这 马上 设计部说说吧 设计部上半年主要有两个项目 一个是南湖小月 一个是星辰传说 南湖小月于年初动工至今 主楼基本完成 绿化带规划正在有条不紊的进行 除此之外呢 星辰传说和一千零一夜 虽然历经两次设计图外泄风波 但是因为补救及时 备选方案完整 所以没有耽误任何进度 我们设计部下半年 主要的目光 将放在环保主题的房屋设计上 以上就是我的报告 总算有个能给上劲的了 非常好 周经理 下面我就不用问了吧 所有部门的报告 下班以前必须交到海伦的手里 对了 公司的中期考评就要到了 黄经理 薛总 这次中期考评呢 由你 我跟张副总亲自考核 具备能力的 EAC非常欢迎他留下 不合格的 自己走路 EAC不养闲人 这一次谁也别想混水摸鱼 散会 我们的问题 我认识 你们做什么 知道吗 总经理新官商人三把虎 刚才在会议室 把财务部销售部公安部经理 骂的是狗血临头 我呀 听莉莉说 总经理借着中期考评 要给公司哥哥们大换血呢 一朝天子一朝晨 这有什么可新鲜的 总经理回来了张副总的人 自然就得靠边站了 中期考评就是导火索 EAC的高层要开站了 会不会殃及到我们啊 我们这群小虾米谁能放在眼里啊 各部门的老大可就惨漏 你们知道在职场混 最怕的是什么吗 什么 战错队 他绝对不是参与 绝对不是 只是长相而已 这种借口连自己都骗不了自己 不行 我必须找他问清楚 我要让他亲口承认他到底是谁 愁眉苦恋的干什么呀 得罪人的差事不好干啊 三会以后大家都说什么了 大家都在抱怨 你说薛灿啊 挂着个总经理的头钱 两年都不来公司 但这拼死拼活 为EAC打江山的人 那还不是我们这些老人吗 你看他这一回来就动人事关系 这抢班夺权也有点太明显了吧 实在让大家心狠 所以他们就窜断你 上我这来报应了 张副总 这EAC能有今天 靠谁啊 靠他 他连EAC大门朝哪边都不知道啊 还不是您带着我们这些人 辛辛苦苦地干 张副总 您不能由着他户来 您得管管了 人家是总经理 我是父的 张副总 您这就是不跟老兄弟们掏心了 谁不知道在EAC您除了名字前面挂个副字 这上上下下什么事情 不还都是您说了算吗 可现在不一样了 张副总 我跟几个说了 只要您出面 我们全都支持您 那个愣小子 还是让他自己回家玩吉他去吧 行 我知道了 你回去跟老林老夏他们说说 这些事呢 我会跟薛灿好好沟通沟通 让他们去安息做好本职工作 EAC还要靠你们啊 哎呀 张副总 我们就等您这句话呢 嗯 老大 饭来了 哦 谢谢 两年来所有设计图的原稿都在这里吗 嗯 那你全部送到总经理办公室 全部啊 他看得过来吗 嗯 我这就去 嗯 红师啊 啊 你去哪儿啊 把资料送到总经理办公室 那么多资料 太重了 我帮你拿吧 没事没事 没关系的 我来 谢谢啊 你又怎么了 你看见没 一听说是送到总经理办公室的 你瞧他那争嫌恐后的样 我看 他分明就是想在总经理面前出风头 飞姐今天是有点奇怪 怪吗 哼 他是知道在关键时候怎么与众不同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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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